他从小信主 享受了主丰富的恩典 我深切地感受到主的怜悯慈爱 当看到神审判皆是人的话语时 他心里产生了困惑 为什么神有怜悯慈爱 还有威严烈怒啊 虚心寻求后 他对神的性情有了哪些认识 请看基督徒经历见证 我不再定归神了 我从小就跟着妈妈信主耶稣 享受了主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祝福 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 主耶稣对人满了怜悯慈爱 在主的祝福中长大的我 习惯了向主索取恩典 有什么难处就向主祈求 有了过犯就到主面前认罪 因为主是怜悯慈爱的 他会无限量地绕出我的罪 2019年5月的一天 我在Facebook上认识了张子妹和李子妹 我们一起参加读经会 探讨圣经 还有发现李子妹讲解圣经很有亮光 一次聚会 李子妹说 主预言他末世再来 那我们怎么才能迎接到主呢 主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还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慢慢 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到 主末世回来还要发声说话 我们迎接主来最关键的是 得留心倾听神的声音 听见神的声音就能迎接主的 这就是聪明童女 听着李子妹的交通 我心里很惊讶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有亮光的道 把怎么迎接主的关键点 给探出来了 这是我从来都没认识到的 感谢神 接着 李子妹给我们看了一个 很欢快的诗歌视频 诗歌看完后 我看到片尾写着 全能神教会五个字 我很好奇 查经会结束后 我赶紧到网上搜索 我看到很多反面信息 我就赶紧找张子妹询问 张子妹说 迎接主来这是大事 劝我千万别骗听骗信 先发下顾虑 虚心寻求 看看这个道 是不是真道 是 过了几天 张子妹就邀请我参加聚会 我心里很挣扎 要不要去呢 李子妹讲解圣经 确实有亮光 我也想继续听听 但又害怕 她讲的不是真道 犹豫中 我就向主祷告 求主带领我 之后 我就去参加了聚会 聚会时 李子妹高兴地对我说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道承受神的全能神 全能神结束了恩典时代 开辟了国度时代 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 在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基础上 做了一部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来彻底捷径人 拯救人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都是真理 揭开了神道成肉身的奥秘 三部做工的奥秘 圣经的内幕 还有人类犯罪的根源 撒旦是怎么败坏人类的 神又是怎么一步步 拯救人类的 神默示做审判工作的意义 神还把人信神 如何达到蒙拯救的路途 都告诉给人 像怎么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脱去败坏性情 怎么实行真理做诚实人 怎么达到敬畏神远离恶 成为尊心神旨意的人 等等 全能神的说话做工 正应演了主耶稣的预言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感谢神 听到姊妹说 主耶稣回来了 就是道成仲神的全能神 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不太敢确定 就在心里默默地向主祷告 我想到主的话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想这是涉及到主来的大事 我不能盲目下断 我要做一个虚心寻求的人 再继续听听 感谢神 接着 李子妹让我读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全能神说 末世的基督带来的是生命 带来的是长久的 永远的真理之道 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 是人认识神 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 你若不寻求 你若不寻求末世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 得着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踏入天国的大门 因为你是历史的傀儡 是历史的囚犯 被规条 被字句 被历史的枷锁控制的人 永不能得着生命 永不能得着永久的生命之道 因为他们得着的 只是持守了几千年的污浊之水 而不是从宝座之上流出的生命之水 没有生命之水供应的人 永远是死尸 永远是撒旦的玩物 永远是地狱之子 这样还能见到神吗? 你只求能守住历史 只求能原地踏步 保持原状 却不求改变现状 淘汰历史 那你不就是 永远与神为敌的人吗? 神做工的步伐浩浩荡荡 如汹涌的浪涛 如翻腾的响雷 而你却坐以待毙 守株待兔 这样怎么能算是 跟随高扬角踪的人呢? 怎么能说明你守住的神 是长心不救的神呢? 而你那些 已经发了黄的书中的字字句句 又怎能带你跨越时代呢? 又怎能带你 寻找神做工的步伐呢? 又怎能带你上天堂呢? 你手中把握的 只是暂时能使你 得安慰的字句 不是能使你得生命的真理 你念的字句经文 只是让你充实你舌头的经文 不是使你认识人生的哲理 更不是使你得成全的路 这样的差别 难道就不能使你反省吗? 就不能使你领悟出 其中的奥秘吗? 你能自己将自己送到天上 去见神吗? 没有神的来到 你能将自己带入天堂 与神同享天伦之乐吗? 现在你还在做梦吗? 那我劝你 你这梦该停止了 你该看看 现在是谁在做工 现在是谁在做 默示拯救人的工作 否则 你就永远不能得着真理 永远不能得着生命了 阿妹 我读着读着 觉得这些话很不一样 不禁让我心生敬畏 这些话 听起来这么严厉扎心 字字句句 都带着权柄能力 不像是哪个人 能说出来的 只有神 才会以这样的口吻说话 是 可转眼又想 不对 神是怜悯慈爱的神 对人说的话 也都满了安慰恋爱 而这些话却很严厉 好像是对人的咒诅定罪 我心里很征战 这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呢 这些话这么有权柄 能说出这话的 应该就是神吧 可如果全能神 真是主耶稣的再来 那说的话 应该和主耶稣一样 对人认满了怜悯慈爱 话语温柔体贴才对啊 现在全能神的话 却很严厉 全能神 是不是主耶稣的再来呢 我感到很困惑 那你有没有和姊妹说呢 有 之后我就跟李姊妹 说了我心中的疑问 她耐心地给我交通 我们一直都认为 神是怜悯慈爱的神 对人说的话 也都应该是温柔体贴的 如果神说的话 太严厉 就认为这不是神的话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观点符合事实 符合真理吗 其实啊 神在每个时代 都说过体贴人 劝勉人的话 也说过严厉斥责 审判咒诅人的话 只是我们没有留意罢了 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记载 耶和华神说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 都没有知识 都是哑巴狗 不能叫唤 但只做梦 躺卧 贪睡 这些狗贪食 不知宝足 这些牧人不能明白 各人偏行几路 各从各方 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主耶稣说 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中啊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不要把生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珠前 恐怕它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阿们 这类话还有很多 从中看到 神在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都说过一些 斥责定罪 甚至是咒诅人的话 这些话 虽然听起来 严厉扎心 但神说的都是事实 揭露的都是人 背逆神 抵挡神的实质 其实啊 不管神说话 温柔还是严厉 都是神性情的发表 如果我们对神的 性情不了解 定归神就是 怜悯慈爱的神 当神说话严厉时 就有观念 认为神只能说 温柔的话 不应该说严厉的话 否则就不是神的话 我们根据话语 温柔还是严厉 来判定是不是神的话 这是不准确的 这是我们的观念想象 是 举个例子 就如我们的父母 说话温柔时 我们就承认 他们是父母 如果我们做错了事 父母说话严厉 甚至斥责 或骂我们几句 我们就不认父母了 这不是傻孩子吗 是啊 听完姊妹的交通 我心里亮堂多了 是啊 不管父母说话 温柔还是严厉 不都是父母吗 耶和华神 和主耶稣 都说过严厉的话 我以往 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看来 根据话语温柔 还是严厉 来判定是不是神的话 这是不对的 明白了这些 我心里就不那么抵触了 感谢神 但每次读到神 揭露审判人的话时 我都感觉很扎心 就像被盯罪了一样 我心里一直在拉锯 主耶稣是怜悯慈爱的 全能神怎么这么严厉 总是向人发怒呢 一次聚会 我就向姊妹寻求 我始终没办法 把全能神和主耶稣 看为一位神 因为他们的性情 太不一样了 一想到主耶稣 我就觉得神是怜悯慈爱的 可以想到全能神 我就感觉很严厉 很多话 都是在揭露解剖人 全能神和主耶稣 怎么不一样呢 姊妹交通说 我们有这样的困惑 主要是对神的性情不认识 我们来回顾一下 神以往做过的工作 对神的公义性情 有些认识了 这个问题自然就明白了 我们都知道 当初索多玛 和尼尼威这两座城的人 他们的恶 达到了神的眼中 触动了神的性情 神定义要毁灭这两座城 是 在毁灭之前 神派两个天使去索多玛城 当时只有罗德 接待了两个天使 其余的人不但不接待 还有杀害两个天使 他们的恶 打到了神的眼中 激起了神的怒气 当天使救出罗德一家后 神降下天火 把整座城的人 牲畜 植物 都给毁灭了 是 再看尼尼威城 同样是神要毁灭的 神拆派约拿 传达神的话 再等四十日 尼尼威必轻浮了 尼尼威城的国王天后 就带领全城的百姓 披马蒙灰 尽时祷告 弃掉手中的恶 向神悔改 神就收回了怒气 向他们施下怜悯 不再毁灭他们了 是 从神对尼尼威和索多玛 两座城不同的态度上 我们看到神的性情 是活灵活现 不光有慈爱怜悯 还有威严烈怒 当人犯罪的时候 神是最大限度的拯救人 给人悔改的机会 向人流露慈爱怜悯的心情 当人心地刚硬 不思悔改 还顽固地与神 对抗叫嚣的时候 神就向人发怒 流露公义 威严的心情 这让我们看到 神的公义性情里 不光有慈爱怜悯 也有威严烈怒 这两方面性情 都是神原有的性情 我们再看 恩典时代 主耶稣做公事 人犯了罪 只要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主就赦免人的罪 此给人 疯疯疯疯疯的恩典 很多人就认为 主的性情 只有慈爱怜悯 没有烈怒 驻嘱 其实这是人的 观念想象 主耶稣对那些 定罪 抵挡主 甚至公开与 主耶稣 剿效的法利塞人 是满了怒气 并定罪 咒误他们 还给他们 定了期货 主耶稣对他们 没有丝毫的怜悯 从中看到 从创世到如今 神向人类发表的 都是他的公义性情 有慈爱怜悯 也有威严 烈怒 咒诅 惩罚 是 正如全能神的话说 神的怜悯 神的宽容 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但同时 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在神发怒气的时候 也让人看见了 神不可触犯的一面 当人完全能够 听从神的吩咐 按神的要求 去做的时候 神对人 是广实怜悯 当人满了败坏 对神满了仇事 对神满了敌对的时候 神会深发怒气 而且这个怒气 发到什么程度呢 一直到 他的抵挡 他的恶行 不再让神看得见 不再存在神的眼前 这个时候 神的怒气 才会消失 他对于善的 美的 好的东西 是宽容的 是怜悯的 对于恶的 所罪的东西 邪恶的东西 他会深发怒气 以至于怒气不断 这是关于神性情 最主要 也是最突出 更是神从始到终 一直在流露的 主要两个方面 广是怜悯 深发怒气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 广是怜悯 深发怒气 是神一直在向人类 流露的两方面性情 神的这两方面性情 并不矛盾 都是神原有的性情 我们不能因着 曾经享受过 神的恩典祝福 就定规 神只能广是怜悯 不能深发怒气 这样认识 就太片面了 是啊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 神并不是 只有财怜悯 还有威严 烈怒 咒诅 这都是神原有的性情 是我对神的性情 了解的太少了 才会片面地认为 神只有怜悯词 这确实是我的 关键想象 不符合事实 看来我要多 听听交通 才能明白的更多 感谢神 姊妹交通说 神在每个时代 所发表的性情 都是根据神 拯救人类工作的需要 也是根据 败坏人类的需要决定的 我们来读两段 全能神的话 就清楚了 全能神说 耶稣做的工作 是按照当时 那个时代的人的需要做的 按照他的工作 他是来救赎人类 赦免人的罪 所以他带来的全部性情 是谦卑 忍耐 爱心 敬虔 包容 与怜悯 慈爱 给人带来的是 丰丰富富的恩典 祝福 也是人所享受的 应有尽有的享受之物 人所享受的 尽都是平安喜乐 与耶稣的宽容 耶稣的爱心 还有他的怜悯 与慈爱 当时人所接触到的 之所以有大量的享受之物 心里平安踏实 灵力得安慰 以救主耶稣为依靠 他们能得到这些 都是与他们所处的 时代有关系 在末了结束时代的工作中 神的性情是刑罚与审判 显明一切的不义 来公开审判万民 来成全那些真心爱他的人 这样的性情 才能结束时代 末世已到 万物各从其类 都按着不同的性质 被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中 这正是神显明人的 结局归宿的时候 人若不经历刑罚审判 人的悖逆不义 都没法显露出来 只有借着刑罚审判 才能将万物的结局 都显明出来 人在刑罚审判中 才能显出原形 恶归于恶 善归于善 人都各从其类 借着刑罚审判 来显明万物的结局 达到罚恶赏善 让万人都归服在神的权下 这些工作都得借着公义的 刑罚审判 来达到 因人败坏到顶峰了 人的悖逆太重了 只有以刑罚审判为主的 在漠视显明的 神的公义性情 才能彻底将人变化 做成 才能将恶显明出来 从而重重惩罚 所有不义之人 所以说 这样的性情 都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 性情的显明公开 是为了每个新时代的工作 并不是无意义地 随意显明它的性情 若在显明人结局的末世 仍来对人 施下不尽的怜悯 慈爱来爱人 仍然对人是爱 不是公义的审判 而是宽容忍耐赦免 无论人犯多大的罪 仍是饶恕 没有一点公义的审判 那整个经营 何时能收尾呢 这样的性情 何时能将人 带入人类 合适的归宿中呢 就如一个法官 他永远爱人 是一个心词面软的 爱人的法官 不管是犯什么罪的 他都爱 不管什么人 他都爱都包容 那他什么时候 才能断清案呢 在末世 只有公义的审判 才能将人类 都各从其类 才能把人 带入更新的境界中 这样 就以审判刑罚的 公义性情 来结束整个时代 阿们 子媒交通说 律法时代 耶和华神 发表以咒诅 焚烧烈怒为主的性情 当时的人类 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怎么敬拜神 什么是罪 也不知道怎么生活 神就根据 当时人类的需要 颁布律法诫命 带领人在地上生活 那些遵守律法的人 就能得到神的怜悯 触犯律法的人 就被神江下的天火烧死 或被石头砸死 可到了律法时代后期 随着人类 越来越败坏 常常身不由己的犯罪 触犯律法 如果按照律法 诫命来对待人 那人都得死在律法之下 所以在恩典时代 神根据人类的需要 亲自道成肉身 来救赎人类 发表以怜悯 慈爱为主的性情 此给人疯疯复复的恩典 使下不尽的怜悯和慈爱 包容饶恕人的罪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把人从罪中救赎了回来 是 使人免除了律法的定罪 能继续存活下来 恩典时代 神为仍是发表以 咒诅 焚烧 烈弄为主的性情 那人的罪就得不到赦免 律法下的人 也永远得不到救赎 这样 人类就归于乌有 就没法发展到今天了 所以 神在恩典时代 发表以怜悯 慈爱为主的性情 只要人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救赎 神就赦免人的罪 到了末世 人类败坏得越来越深 虽然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 罪得着了赦免 但犯罪的本性 还在里面榨根 比如狂妄 鬼诈 邪恶 刚硬 凶恶等等 撒旦性情 还没有彻底出去 所以我们还会 常常说谎犯罪 背逆神 抵挡神 还没有资格进神的国 是 神为了拯救人 彻底脱离罪恶 再次道成肉身 在主耶稣做工的基础上 做了一部话语审判 捷径的工作 来彻底跟出 我们里面的撒旦性情 使我们罪得捷径 成为真实顺服神 敬畏神的人 最终把我们 带进神的国中 感谢神 因着工作的需要 神发表的不再是 以怜悯慈爱为主的性情 而是发表以公义 威严 猎弄为主的性情 来审判 皆是能败坏性情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变化人 洁净人的国效 虽然神在每个时代 主要发表的性情不一样 但神的实质不变 神是根据工作的需要 败坏人类的需要 也是为了让人 更好地了解神 认识神 不至于定归神 定归神的性情 所以啊 我们不能依着主耶稣 与全能神发表的性情不同 就认为不是一位神 是啊 这么交通 就对神在每个时代 发表不同的性情 有些理解了吧 是啊 听了子民的交通啊 我才明白 神在每个时代 显明什么样的性情 都是根据神 拯救人类工作的需要 也是根据败坏人类的需要决定的 嗯 漠视全能神做审判的工作 发表公义威严的性情 来解禁拯救人类 虽然和主耶稣发表的性情不一样 但都是按照我们 败坏人类的需要做的 全能神和主耶稣 就是一位神 四媒交通得很清楚 我心里的困惑也消除了 感谢神 神是长心不救的神 神在每个时代 做不同的工作 发表不同的性情 要是不认识神的性情 就很容易定归神 抵挡神啊 确实是这样 接下来 在聚会时 李子梅给我读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神成全人 是借着什么大道的 是借着他的公义性情 神的性情 主要是公义 烈怒 威严 审判 咒诅 他成全人 主要是借着审判的方式 有些人不理解 说为什么是借着审判 咒诅 才能成全人呢 他说 神咒诅人 人不就死了吗 审判人 人不就被定罪了吗 那怎么还能被成全呢 这是对神做工 不认识的人说的话 神咒诅的是人的悖逆 审判的是人的罪 虽然说话严厉 不留一点情面 把人里面的东西 都揭露出来 而且借着一些严厉的话语 把人里面本质的东西 给揭露出来 就借着这样的审判方式 使人都深刻地认识到 肉体的本质 因而在神面前顺服下来 人的肉体就属于罪 属于撒旦 肉体就属于被逆的东西 是神刑罚的对象 所以说 要想让人认识自己 只有身审判的话语临到 再借着千方百计的熬炼 神的做工才能达到果效 阿们 沈默氏发表公义为言的性情 都是为了洁净人拯救人 这里的意义太深了 是啊 想想如果沈默氏 还对人一直怜悯慈爱 没有一点公义的审判 那我们就没法认识自己 这就更谈不上 得洁净蒙拯救了 是啊 当时子女也是这么交通的 她说 默示神做审判捷径的工作 是神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步工作 也是六千年静音计划的尾声 神就是以公义 威严的性情来结束整个时代 将人类都各从其类 善归于善 恶归于恶 嗯 神若只发表怜悯慈爱的性情 不论我们犯了多少罪 神都包容忍耐饶恕 那我们的罪啊 永远都脱不去 我们永远活在撒旦泉下 为撒旦掌控苦害 而且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也无法完成 善与恶 也无法分别出来 是 所以啊 默示神就以公义 威严 劣弄的性情来做工 借着发表严厉的话语 来揭露人的撒旦本性 邪爱真理的人 就能认识自己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认识神公义 不可触犯的性情 从而产生敬畏神之心 能敬畏神远离恶 最终达到性情变化 嗯 而厌烦真理 拒绝神审判刑法的人 就被神显命淘汰了 这样 所有的人啊 就各从其类了 此时我明白了 全能神做漠视审判的工作 如果还像主耶稣救赎工作那样 对人只有怜悯慈爱 没有严厉的审判 就没法把人各从其类 我们犯罪抵挡神的本性 也永远得不到解决 就永远不能蒙拯救 尽神的果 神默氏发表以公义 威严 审判 刑法为主的性情 的确太有意义了 嗯 是 后来 我们又读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让我对 全能神默氏做的工作 发表的性情 更有些认识了 嗯 今天审判你们 刑罚你们 也定你们的罪 但你该知道 定罪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 定罪 咒诅 审判 刑罚 都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 这都是为了你的性情能变化 更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的身价 让你看见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 都是按照他的性情来做的 按照他的工作所需做的 也是按照他拯救人的计划去做工 他是爱人 拯救人 而且是审判 刑罚人的公义的神 神来了不是击杀 不是毁灭 而是审判 咒诅 刑罚 与拯救 我说的话虽严厉 但对人都是拯救 因我只是说话 并未惩罚人的肉体 这话使人都活在了光中 认识了光的存在 知道了光的宝贵 更认识了这些话语 对人太有益处 认识了神就是拯救 我虽然说了许多刑罚审判的话 但并没有事实临及你们 我来了就是做工作 就是说话 话语虽然严厉 但都是审判你们的败坏 你们的背逆 这样做的目的 仍是为了将人 从撒旦的泉下拯救出来 就是为了用话语来拯救人 并不是用话语来伤害人 话语严厉 是为了达到做工果效 只有这样做工 人才能认识自己 而且能脱离背逆性情 阿们 阿们 子妹交通说 从神的话中 我们可以明白 神默示用话语来审判人 捷径人 无论话语说得多么严厉扎心 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败坏真相 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达到谋神拯救 是啊 我们都知道 神的性情是公义圣洁的 而我们人类被撒旦败坏至身 都追随世界邪恶潮流 为了钱财 个人利益 勾心斗角 你争我多 没有一点真正人的样式 就连信主的人 也实行不住主的要求 常常向主索取恩典祝福 有点奉献 也是为了上天堂得永生 并不是为了爱主满足主 都是在利用主 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 是啊 一些宗教领袖 外表谦卑忍耐 热心侍奉主 但做公讲道 常常高举奸征自己 来让人崇拜高堪 当神重返肉身显现做公时 没有人欢迎神的到来 整个宗教界 联合无声令政党 一起定罪 抵挡主的再来 疯狂造谣抹黑全能神教会 拦阻人靠插真道 可以说 全人类都在定罪 抵挡神 拒绝神的到来 正如圣经上说 全世界都卧在那 恶者手下 败坏的人类 处处与神为敌 都成了撒旦毒蛇的种类 神发表严厉的话语 把人类的败坏真相揭示出来 心爱真理的人 才真正认识了自己身上 抵挡神 背叛神的撒旦本性 也认识了自己信神 不追求认识神 只求得福 与神搞交易的卑鄙存心等等 看清了自己 被撒旦败坏至深的 除恶嘴脸 向神有了真实的悔改 立志按着神的要求做人 有了一点人的模样 嗯 从这儿可以看到 神的话语 无论说得多么严厉扎心 揭示的都是我们的败坏真相 都是为了唤醒我们麻木的心灵 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败坏实质 彻底摆脱罪的捆绑 得着捷径 神严厉揭露审判的话语 对我们认识自己达到猛拯救 太有益处了 感谢神 莫视全能神这样审判揭示人 话语虽然严厉 但对我们都是拯救啊 是啊 听了姊妹的交通 我终于明白了 神莫视发表这么多严厉的话语啊 揭示的都是我们的真实面目 这不是定罪 而是拯救 想到自己信神 只想得福的恩典 甚至定归神只有怜悯词 看到神说话眼里 就不想承认神 实在是太没有理智了 从这以后 我对神眼里审判的话语 也能接受了 更愿意读全能神的话了 我从心里认定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感谢神 定真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后 我积极参加聚会 每天都读全能神的话 有一天 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人若只停留在恩典时代 就永不能脱离败坏性情 更不能认识神的原有性情 若总是活在丰富的恩典之中 却没有认识神 满足神的生命之道 那人信神就不能真正得着神 这样的信仰太可怜了 当你看完了此书以后 当你经历了道成肉身的神 在国度时代的步步做工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 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感觉到了 如今才真正的面对面的看见了神 看见了神的面 听见了神的亲口发声 领略了神的做工智慧 真正感受到了 神是如此实际 神又是如此全能 你会感觉到 自己得着了很多 前人未看见 未得着的东西 这时你会清楚地知道 到底什么是信神 什么是和神心意 当然 你若是持守你以往的观点 拒绝不接受神 第二次道成肉身的事实 那你只能是 两手空空 一无所获 最终落得个 抵挡神的罪名 那些能顺服真理 顺服神做工的人 都将归在 第二次道成肉身的神 全能者的名下 这些人 都能接受神的亲自带领 得着更多 更高的真理 得着真正的人生 看见前人 所未看见的异象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 与我说话 即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 发结白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这异象就是神的全部性情的发表 而这全部性情的发表 也正是此次道成肉身的神工作的发表 在阵阵刑罚审判之中 人子将其原有的性情 以发生说话的方式发表出来 让所有接受他刑罚审判的人 看见了人子的真正面目 这面目正是约翰看见的 人子的面目的真实写照 当然 不接受神在国度时代做工的人 对这些根本看不见 神的真正面目 是人用言语无法说透的 所以 神以发表他原有的性情的方式 来将他的本来面目 显在人的面前 阿们 从神的话中啊 我明白了 启示录中约翰看到的异象 就是指漠视全能神 发表的审判人的话 如火 如利剑 带着神的公义性情 只有接受全能神漠视做工的人 才能真正了解神的公义性情 明白神用话语审判人 拯救人的良苦用心 嗯 我不禁从心里发出感慨 全能神啊 通过你话语的审判揭示 我认识到你不仅有财怜悯 也有威严烈怒 这都是你原有的公义性情 全能神啊 你的话语太宝贵 我太需要接受你话语的审判刑法 来认识自己啊 是 从今往后 我会用心持合你的话语 接受你话语的刑法审判 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 感谢神 通过你的经历 我终于对神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神